你放不下,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,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,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,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,六点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,七点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,九点你失魔时候放下,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,十点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,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,自卑的人没有救,认识自己,降服自己, 改变自己,才能改变别人,十二点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,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,不满人家,是苦了你自己。 十三点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,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,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十五点 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,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,请你多口下留情。 十六点